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跟各位听众朋友玩一个致力测验 请问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答对了没错 就是这三个字 小鲜肉 小鲜肉现在正当红 所以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想知道 究竟为什么小鲜肉会这么红 我猜发这些问题的应该是男性的听众朋友吧 是不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心仪的妹子 现在都是看着这些 小鲜肉在流口水 俗话说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各位听众朋友 无论你是素食主义者 还是肉食主义者 都欢迎你到我们的讨论区去发表留言 说说你对小鲜肉当红的看法 今天我们就要从演化心理学的观点来讨论 小鲜肉为什么如此当道 在演化心理学里面 对于男女的这一种 对于异性的喜好 有一个很主流的说法 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听过 就是说 男人在择偶的时候 他会选择外表比较漂亮 比较健康的女性 因为在演化的观点里面 人类在远古时代 他们要做的是繁衍下一代 所以男性呢 必须要去找这种 看起来能够为他生育下一代的女性 那么女性呢 因为他没有能力出去猎捕食物 所以他必须依靠男人去养育他和孩子 所以他要找的男性是那种很强壮的 并且能够提供给他生活上面的照顾保护和生存所需的资源 到了现代社会这样子远古的习惯仍然留存在我们的基因系统里面 所以男人喜欢美女 而女人喜欢有成就有钱的男人 但是事实上呢 演化心理学的探讨里面并没有这么的肤浅 演化的这个历程 其实随着社会文化历史的推移 它不断地在改变 所以人的心理不再像远古一样 它可能有保留了远古时代的某些特质 但是也随着我们的时间 人类的历史不断在往前走 所以我们的心理也跟几百万年前 慢慢地出现了不一样的状况 而小鲜肉的大受欢迎 也许就反映了某一种程度上面 人类对于异性喜欢的一个状态的改变 这也是演化心理的一个反应 以前比较受到女人欢迎的男人 可能是那一些能够提供保护 提供资源给女性的男性 所以他们的阳刚之气会比较重 然后年龄也会比较成熟 而反观小鲜肉 他们的外表是年轻 然后非常俊俏的 给人一种很乖巧 温柔 还有非常贴心的感觉 如果我们就女人 这个喜欢的口味的改变来看的话 势必有某些东西取代了原本 女人喜欢男人的功能 让女人感觉被保护 让女人感觉是安全的 是有保障的 这个东西肯定是被某一些 其他的社会功能所取代了 而这样的推论 也在一项实验当中得到验证 美国做了一项研究 他们找了4800位 20来岁的白人女性 去做他们居住地方 和他们喜欢的异性特征之间的相关研究 研究的结果就发现 那些居住在医疗水平比较好 然后总体生活 健康状况比较好地区的女性 他们会比较喜欢 比较阴柔性的男性 那么那些居住在医疗水平比较差 然后总体生活健康水平也比较差的 地区的女性朋友 他们会更加偏爱有阳刚之气的男人 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其实很好理解 也就是说 当环境的安全程度提高的时候 阳刚之气比较重的男人 他去提供的保护 提供的照顾 也许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环境能够提供照顾保护 还有健康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阳刚的男性特质 其实它有好有坏 好的那一面我们刚刚提过了 但是这一些好的特质 它可以完全地被现在 一个完善发展的 环境制度所取代 这一些阳刚特质所带来的负面情况呢 因为少了那些正面情况的保护 所以反而暴露了这些负面的缺点 比如说阳刚特质代表了一个人体内 他的稿固酮的水平是比较高的 稿固酮水平比较高 会造成一个人他比较容易有暴力倾向 他也会变得比较会向外去寻找新的伴侣 在这个社会文化的变迁里面 女人越来越有能力去照顾自己的时候 或者是环境跟社会 都可以提供给他更多保护的时候 他不太需要很阳刚的男人来照顾他 反而这些阳刚的男人 可能会是花心的 可能在性格上面会比较凶恶 然后也比较容易有暴力倾向 反而这些缺点就会被曝露出来 自然而然女人就会变得更加的去喜欢 阴柔程度比较高的男性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现代社会 小鲜肉开始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 讲到这里 可能有一些男性的听众朋友会说 我已经不是小鲜肉 我现在已经迈入孤老肉 或者是老辣肉 不要担心 无论你是哪块肉 现在安安老师都教你一分钟变男神 其实绝对没有哪一块肉是永远不变的菜 女人真正喜欢的菜是什么 有一个黄金铁三角 你们如果尽量的让这三个点维持平衡 尽量的缺乏的点尽量的去补足的话 那么你们人人都可以是男神 这个黄金三角三个端点分别是玩伴 老师和老板 这三个点呢 就包含了一个女性对于男神的所有幻想 他可以是玩伴 让女性跟他在一起觉得很好玩 很有趣 就像小鲜肉一样 另外一个点是老板 也就是说女性可以感觉被照顾 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么老师呢 指的是你跟他可以有心灵上面的交流 并且是你可以让这个女生觉得 你懂好多 你有好多的知识 或者是你的眼界 你看过你走过的世界 都是他没有去经历过的 所以他会对你有一种崇拜之情 只要你在这三个角色上面 达到一个平衡 小鲜肉 他可能只是玩伴 但另外两个角色是缺的 可能新鲜感一过 这个恋情也不会持久 或者是你只是一个老板 你只是提供你的女人 提供他生活上的资源 但是并没有做好玩伴 和老师的角色 那么这个女人可能也会觉得 这段爱情索然无味 久了 他可能也会想要向外发展 要做男神 听起来很难 但是一点也不难 你就好好的在这三个角色上面去平衡 你是你女人的玩伴 是你女人的老师 也是你女人的老板 看看自己缺了哪块 你的这个黄金三角歪了一边 有一边不平衡的话 就努力的把那一块给补起来 所以今天安安老师要给大家的安心金句就是 黄金三角求平衡 什么肉都可以变男神 节目进行到这里 大家对于怎么变男神 是不是有更清晰的架构了呢 欢迎你进入我们的讨论区留言给安安老师 互相交流 一起成长 收听心安理得 让你对心理学多一些知识 对人性多一些了解 你对世界就多一份明白 而对生命也就多了一份自在 感谢你今天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见啰 拜拜